這次的得獎作品是共濟附身 那這個概念是來自於兩者之間的共存關係 那其實這個共存關係呢 其實指對其中一方是有利處的 而另外一方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益處 也沒有任何的害處 那他們這兩者之間是存在在一個共存 互相共生的一個關係 那我想把這個關係呢 帶入人自然跟工業之間的共存關係 試圖去講述他們兩者之間 如何去尋找到一個平衡點 其實我一開始想要呈現一種 比較無力的感覺 這無力的感覺有點像是 我們這個自然在面對工業社會 它是那種無力感 然後我把這個木頭的自然這個素材 自然的材質去轉化成一個人的栽體 那試圖去陳述說我們人這個東西在面對工業 面對這個社會的改變環境的變遷 它會呈現一種很疲乏跟無力的感覺 那在這件作品上面我使用了沙發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呢其實它是一個人為加工的一個存在 那我以人磕成木雕這個載體 然後試圖去用做下去這個動作 去闡述一個我們人必須依附在這個工業之上 而工業帶給我們這個好處 有一種包覆的感覺 所以沙發上面才會有很多的突出的一個素質 這個素質呢它是象徵了一個原始的自然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件作品呢同時會看到人為加工的一個自然素材 跟一個人造化合物的一個工業素材在上面 在人的雕刻上面呢 我使用的是比較具象性的方式雕刻 這種具象雕刻的話 比較容易讓觀者去帶入作品本身的一個情感 然後在沙發部分呢 我使用一個素材叫做石頭漆 這個漆其實是廣泛使用在我們建築表面上面的一個塗料 那它也是一個人造化合物的一個產物 這幾個素材去組成這一個作品 我參加大墩獎的話是第二次 那首先先感謝評審對我的肯定 然後也謝謝大墩能夠提供很好的舞台 給予創作者去展出 我們再多一點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 cand開